2018-2019赛季的英超即将到来,这不是今年夏天欧洲五大联赛,中开启最早的联赛,法甲收轮的第一场对决要比英超稍早一些,西甲和一甲的新赛季。 首轮将于下周六开始,德甲开启的最晚,要到下下个星期六,英超首轮的揭幕之战将由曼联佐镇主场迎战莱斯特城,比赛时间是8月11日星期六凌晨3点整,伴随着曼联主帅穆里尼奥的依据终于结束了,曼联在英超新赛季,前的热身赛也已全部告终,但在这个夏季里,穆里尼奥可谓是抱怨不断, 无论是对于赛城,还是对于演员,都开启了牧师风格的批评,还谈及了个别球员逾期归队的问题,甚至将队内的一些矛盾也摆上了台面,不羁的风格有人欣赏,自然也会有人不满。 穆里尼奥的下课话题,也炒成了一个小的热潮,换句话说,在我看来,近些天来,媒体上面和部分球迷的批评声音显得更密集了一些,观察曼联和莱斯特城这个夏季目前为止的转会情况, 曼联在整体阵容之上补强了一些,而离别了马赫雷斯后的莱斯特城,虽然也进行了几名引员,但还不足以补充受损的实力,受到世界杯波及的俱乐部球队,球员的归队情况和首发名单等, 这些都是绕不开的方面,尤其是在英超联赛开赛一时的首轮,曼联绝大部分球员归队的时间信息是可以通晓的,在本文写作之前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归队,但至少有四名主力队员投入训练和重新进入比赛状态的时间过于仓促了,到本场比赛开始前,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四天多一些,为了长远英超赛季的考虑, 莫里尼奥并没有绝对的必要,在本站派出全部的主力,实际上也做不到,马蒂奇殷商这场比赛将无法上阵,目前的疑问是莫里尼奥对于仓促归来的几名主力球员会如何调配,首发名单中接近完整阵容的幅度会是多大,莫里尼奥有自己的烦恼,莱斯特城也没有高枕无忧,莱斯特城在今年世界杯中,被征照的球员数量只比曼联少一个, 不过在球员的总体世界杯上场时间计量方面只有万联的一半左右,换句话说,万联和莱斯特城都受到了波及,但是万联的情况更重一些,如果考虑到两队的板凳厚度对比,影响的差异性会进一步的缩小,我们来看出盘,出盘摆如大杂烩,从一球滴水到一球球半滴水,再到一球球半高水, 三者都有,如果在曼联和莱斯特城完整阵容的基础上进行评估,两队的实力差,因为于球半中滴水的位置,坚固到曼联的商品状况和两队本场大概率的首发阵容不整的情形, 合理的出盘也只能到球半高水,本场的三类出盘无疑达到,除了前文提及的曼联一些不利信息的盘面渲染外,还掺杂了曼联和莱斯特城首发阵容不完备程度的表层预期,也就是说,出盘的低开处理其实没有足够的理由支撑,但仍然这样做了,而且还采用了大幅度的动作,原因何在呢? 目前走势盘忽隐忽现的一球滴水和超滴水就是问题的焦点,从目前走势盘的情况来看,一球滴水的出现和维持更大的可能是盘面的目的所在,顺势而为的先掉了上盘的天花板,但这个所谓的是只出现了一半,还有一半需要本场两队首发名单的最终配合,这个一球盘的视觉冲击很直接,上盘似乎显得一片坦图, 一球的上盘究竟是阳光明媚还是矮矮白雪呢?取决于曼联和莱斯特城的首发阵容不整程度的比较,如果曼联的情况更为严重突出,那么前文提及的顺势而为的动作全部完成,但两对差异性情况的分析前文已经阐述后,达不到一球盘的程度,此时上盘的打出有望, 如果首发情况不符,到时的走势盘,无论是维持一球盘面,还是像一球球半前进,都不利于上盘的打出,个人观点,进攻参考,急中思,光中意,思者长心意,您对这场比赛的看法如何? 欢迎留言分享,若您认为我的文章有点帮助,欢迎您关注,分享,转发,这里有新鲜的赛事资讯,深度的赛前分析,您的鼓励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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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